欢迎收看今天消失的国界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下个月即将登场 外电报道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跟共和党的川普旗鼓相当 甚至堪称是近60年来两党声势最接近的一次大选 在这场拉锯战当中任何一个微小的转变都可能让世界出现巨大变化 其中亚裔美国人是成长最快的合格选民群体 而今年预计有1500万张的选票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力量 而亚裔人口当中华人占了最多数超过500万人 主要分布在纽约大都会 旧金山湾区以及大洛杉矶地区 这些华裔人口虽然只占了美国总人口将近1.8%左右 却很有创造力跟竞争力 其中有人创办企业带来了就业机会 成为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而各个领域也有相当专业杰出的华裔专业人士 华人文化跟传统跟丰富了美国社会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带您去看华裔的风起云涌 先从洛杉矶开始 距离洛杉矶市区20公里外的Arcadia 被公认是加州最优秀的学区之一 而教育一直是华人家庭选择居住地的重要考量 许多台湾 香港或中国的富人移居此地 但是在这个华裔移民社区近年也发生不少安全事件 而在台湾出生的David在Arcadia担任疫警 他开了一间枪支店 让我们跟着他的视角深入当地华人生活 在公园里面都是恐懈满满的 你看我们这边的动物都不怕人 你看到没有 看不见了 墙门口或挡路的不是流浪猫狗 而是处处能看到孔雀开屏 在加州的Arcadia 孔雀和人一样还有道路优先权 这里又叫孔雀城 我们的人口呢 大概有五万八千个人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是华人 在这里 市民都是警察的眼线 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就告诉警察 警察就可以到那里去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邻居是谁 因为我们中文讲的 眼亲不如近邻 对不对 所以你邻居到时候帮助你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推广 就是大家一定要互相认识 在Arcadia亚裔超越白人 是第一大族群 像是秀 以华人身份 曾被选为Arcadia前市长 因为在这有知名的公立学校 是许多亚裔移民家庭 所追求的好学区 慢慢成为华人去落 你看那颗黄浅颜色黄黄 这颗就是白蓝花 然后你看又有这种金菊啊 琵琶啊 梨子啊 果树 对 这家你一看就是华人家 独动建筑前的庭院 不是单调的绿色植物 或树立的桥木 种满有五颜六色的果树 或是桂花 百分之九十是华语家庭 他们以前很喜欢就在门口挂春联啊 然后挂那些中国的摆设啊 然后甚至你会看到鞋柜啊 这些东西在门口 然后就很容易就让那些盗贼知道 哦这是华人家 因为华人喜欢带现金啊 首饰啊 那些都放在家里 哪里是歹徒眼中的肥羊 从外观就能判定 在Arcadia担任疫情的David 还有朋友曾在家里 放两百万美金现钞 早起后不敢报警 就怕被报复 华人的习惯 却成为社区威胁的恶性循环 现在这个偷的情况还蛮严重的 他都会趁大家不在家 或者出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甚至现在他们胆子大一点 你在睡觉的时候 他们都会破窗进来 其实枪一方面可以用来做 Recreation就是娱乐用 另一方面真的在家房上面 其实有一定的阻吓作用 因为美国地方太大 警察要到虽然要两分钟 可以很快到 可是你要挨那两分钟很难过 你有的时候连十秒 二十秒都不一定有 枪在美国横扑极 民间枪支拥有率 美国就是世界第一 全美有四亿支枪 数量超过美国三点三亿的人口数 根据调查 超过四成的美国成年人 家里都有一把枪 好像我们枪店多多少少都会一定 要装这些防护的东西 包括里面你看 也必须要有这些钱 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开锁 这个门才能开 要按这个 对 然后这样才能进来 假如最多人买的话 最普遍就是买这个叫做Glock的19 然后在加州呢 你只能买到它的第三代 然后这个呢就是 我们最普遍最多人买的枪 然后就用来做家房啦 或者用来做那个平常练习用 它就像车子里面的Toyota 服务好 零件好 不时做广告 然后它的可靠性又高 David除了是疫警也开枪店 从半自动手枪 到美国特种部队枪都有专业 尽管美国用枪算普遍 但亚洲国家大多对枪支严格管控 更别说要会使用 枪一握就先上手 第一件事就握好 然后手指要放旁边 千万不要放 不能扣这里 对 不要放板机上 因为这里很容易会出 对 那个是一个好习惯 手指一定要放这里 我刚刚就是错误示范 对 然后你就拉一拉 这里吗 对 你就看看有多轻 我是零经验 哦 像我这种白纸 光碰到枪就大惊小怪 想学会怎么用 先克服心理障碍 还得专业的来 拆解教学步骤 这个手把枪拿起来 弹夹放进去 往后一拉放掉 千万不要推进去 推进去会有卡堂 风天装子弹 学怎么上堂 还有瞄准设计的makeup 短短15分钟 已经有初步概念 把它想得太过难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每个人在15到30分钟之内 都应该可以打到把 只是因为我们既有很多观念 或者电影上面让你觉得 一定要打把就要这样子 其实没有 打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David在台北出生 15岁来到美国念军校 因为从小的家庭环境 对枪有概念 朋友建议下开到枪店 却不是想象中这么容易 在华人社会里面 我们是对枪支是一种禁忌 大家都不准弹 不准碰 可是在美国这个社会 其实是某程度上是有需要的 因为我们这边地方很大 因为枪不是枪的问题 是今天使用它的人 像是这间店光是搬迁过程 取得房东同意到最后核准 就花上四个月 又开在亚裔人口高的地区 少不了和社会间的沟通 在加州开枪店是一个 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行业 然后我们在加州政府 它是一个进枪的政府 所以我们在申请执照上面 是也有一些困难 在签名之前 他们还要打电话给我们的城市 确认我们可以搬来这里 打电话去问我的房东 确认他敢让我在这里开枪店 因为在加州 假如今天出了事的话 他们连房东都高 经营枪店的挑战 不只是社会氛围的需求 更得面对文化上的碰撞 凸显大国之下 复杂的社会现况 在德州休斯顿 有一条Belire Boulevard 百利大道 是绵延了11公里的商业大道 从1980年代开始 许多亚裔华人开店聚集 成为新的华人商圈 而背后的推手 是个台湾家族 其中关键人物之一叫李雄 他的舅舅在百利大道上 开了第一间华人超市 而当初会选在这 是因为当年的老华侨跟广东人 占据了旧中国城 因此他们转而到了休斯顿新南区 台湾留学生聚集的地方开商场 在1979年开发之际 碰巧遇上了石油危机 是景气最低迷的时候 但李雄大胆危机入市 跨入房地产业 在房价最便宜的时候 开始招商 建成 还催生出休斯顿版华尔街 百利大道呢 现在呢可以看到说 这个呢叫敦煌商场 也是我们台商在2006年盖的 那它因为盖了很成功 都100多家店 开到哪条街 有哪些商店 就像在介绍自家后院 还能回溯历史 为这条亚洲商业大道 就是他来自台湾的李雄 一手打造 每个商家都是老朋友 因为他们通通是李雄 亲自找来投资 和落脚的新移民 我们经常在中国城附近 周边走动买菜啊 朋友的中间的交流啊 大家都会谈到说 中国城的市场 其实慢慢就 尤其这个敦煌广场当初 慢慢慢慢客人开始集中了 开始就是说热络起来了 这个广场当中 也是十几年来 才慢慢热络起来的 我们也是差不多 那个时候进来的 看到几乎每个商场有机会 递这边四个脚 连这个Chase Band都要放中文的名字 打通银行 Yawas Fargo它叫做富国银行 那里面的员工几乎全是华人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企业街 这边就是华尔街 四个角落都盖银行 号称美国休士顿的华尔街 就在华人聚集的核心商业区 中国城 我们1981年来的时候 这是一片空地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要做一个比较有这个 传统式的一个中国城的味道 所以我们就一定是 这个所谓的绿瓦跟红柱子 最近开了超过40年的百家抽市 就在百利大道上 是德州第一间雅超 创始人是李雄的舅舅 在当时的80年代 这里还只是普通住宅区 那时候呢 在我们Huston downtown 有个老中国城 那主要是广东跟香港人 比较聚集的地方 但是呢 那边并没有开放 给台湾人来开的超市 就到一个中产阶级 比较学期比较好的地方 那我们就选择 在这个百利大道这里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新兴区 然后呢 台湾来的留学生呢 都在这边就业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地方 周士顿的旧中国城 因为人口饱和 几乎没空间在扩展 李雄和亲戚决定在距离市区 车程17公里的西南方发展 就从超市当作起变 像比较台湾小市的 像锅贴啊 角色啊 来来角色馆 甚至我们有一个当地的 能开一个小美兵店 把台湾的刹兵带过来 所以等等你干嘛 我们把台湾这一套 大家思想的情绪呢 就带到了德州了 李雄在大学时期到美国念书 毕业后投入房地产业 当时的环境是他的阻力 因为恰巧碰上1979年 景气最低迷的石油危机 他却把这当成转机 那时候的人口大概250万 那流失将近100万人口 那流失人口之后呢 就造成房地产开始 就是说不景气 那这个时候呢 刚好百利大道呢 就很多的店面线就放出来 公寓也放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 我就从事进入房地产业 然后呢吸引了很多台湾的 然后港商 然后我们加州来的 纽约来的这些移民呢 到这边来投资 你要让美国的主流社会知道说 第一个不是一个游行而已 而是一个这整个活动 那就要做大就要做最大 证据西南区最有潜力之地 包括休士顿巧教中心 和台湾人活动中心 都盖在中国城 有交流就能聚人气 同时商场也在扩展 李雄坚信 每一块地都有它的时机 我的观众就说 房地产不是一个人own 越多人来就越旺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说 我去招商 我把所有人都到Hewson来 他跟不跟我买房地产没有关系 只要你来了 你觉得这地方好就留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要帮他找一个店面 他从台湾要来这边 开一个连锁店 创造就业是活络社区的关键 从当初只有3万华人的聚落 到现在聚集超过50万的华裔 立修也凭借房产知识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被修士顿市长批认为 首位华裔住房管局委员 还设立西南管理区 和管辖区内的商业团体征税收 建立起中国城的稳定性 在熬的那段时间是非常痛的 因为你有房产但是没有人潮 所以说在房地产的 这个起步就比较慢 但现在我认为说 现在的时机来讲 Huston应该时机到了 因为过去的两年 我发现这房地产已经涨了 25%到30% 因为人潮开始进来 那我认为说每一个机会 都是要给准备的 那我现在是准备好了 在修士顿华人聚落的演变 台湾人是这洪流中 最好的见证者 美食也是一种文化展演 有台湾青年因为长期 在美国想念家乡味 就把台湾夜市的铁板面 原汁原味复制到异乡 但光是要调制出标准的 黑胡椒跟蘑菇酱 就花了不少功夫 加上很少美国人听过铁板面 因此老板还在菜单上 加入大家熟悉的日式拉面 作为引流菜色莱希克 另外在美国 每天一杯咖啡是日常 但就是因为太普遍了 导致高单价的精品咖啡 在修士顿反而少见 而有台湾人就从这里切入市场 会特别跑来光顾 因为高档咖啡在修士顿真的少见 来自巴纳玛山脉知名的精品咖啡 带有顺口的果酸味 带有顺口的果酸味 Eric的咖啡店 敬得几乎都是生豆 连烘焙都自己掌控 我认为这种咖啡是很特别的 很多咖啡在修士顿上 这些地方特别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烹饪自己的咖啡 可以帮助很多不同的咖啡 但他们在这里做一个很好的工作 咖啡是很美味的 因为当初2016年 决定要踏入咖啡行业的时候 德州那时还不胜行 精品咖啡 咖啡在西方国家 可能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对于外国人 咖啡是每天都会需要饮用的 甚至可能与开水相比 差不多 他每天就是要喝 那他整天都要喝 修士顿只有两间 专卖精品咖啡的咖啡厅 台湾人Eric就是其中一间的老板 这些非竞标品箱 如果是需要达到精品咖啡的等级的话 也是要有SCA国际评论标准80分以上 那就是这些咖啡豆 如果说到竞标品箱 因为他们的批次量比较小量 所以不会是像这种69公斤的麻布袋 他们会是以装箱来呈现 是后面这里 对 精品咖啡需要特别保存 包括湿度温度的控制 经过高标筛选过的竞标品 已放动着破百美金 换算5000元台币 是一般单品咖啡十倍的价差 所谓的精品咖啡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 文化差异下 是一个本身就比较难进入的市场 因为价格的关系 就像之前有说到说 我们的这个Commercial 这个等级的咖啡以及精品咖啡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蛮大的 这个市价上的弱场 这也凸显精品咖啡的特异性 但Eric其实经历过转职 他在2016年当咖啡师前 是位美法师 外国人可能对于年轻 对于前卫 对于说新的东西 会比较是年轻人才会接触到的东西 比起可能在亚洲 我们对于一些比较资深的设计师 会有所追求因为经验的关系 是完全消满 在美法业太旧换新的快 Eric想坚持首做的职业 加上爱喝咖啡决定开店 用普遍的基本款 带客人循序渐进 意思可能在美国是一个必需品 但是如何把客人带入到精品咖啡的一个世界里面 其实我们有特别设计三款综合豆咖啡 会逐步地让客人进入精品咖啡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说精品咖啡这个东西 当时是没有被发扬出来的 有可能一套 有可能需要做十年十五年才有办法做出什么 不知道 所以对我来说 没做你不会有答案 尤其对异乡创业的游子来说 机会总是从零开始 复合式餐厅厨房分工出好几块作业区 几百堂地煮到浓稠 铺上特制肉末 葱丝和叉烧 是餐厅的粥排拉面 这是我们第三次 我们年轻人们很喜欢吃的 它是咖啡的 它是非常好吃的 我曾经吃了咖啡的咖啡 不太喜欢的咖啡 这也非常好吃 欧美人最熟悉 也最常点的 就是日式料理 这是老板Max开餐厅前 就计划好的饮流策略 原本是想要卖铁板 跟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 他觉得拉面可能 美国人比较能接受一点 对 所以就是我们就 混合一起卖这个东西 今天的铁盘 热烟是必备的视觉效果 铁板面加上大块肉片 台式铁板是来自台湾的 Max坚持的店内主打餐 要吃得出传统台湾味 灵魂酱汁下了不少功夫 差不多有两三个月吧 就是都在尝试这个酱汁的风味 因为毕竟黑胡椒都大同小异 但其实煮出来即便是一样的比例 那尝出来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相当麻烦 还有包括就是奶油啊也是啊 不同牌子也不同的浓度啊 香气也不太一样 在美国休士顿属于多元族群融合地 想把台湾餐打入市场 又想坚持家乡味不做改变 先从配餐弹性调整 这边像美国人还有西班牙裔的南美人 他们也很喜欢饭 对所以我就在主食上面做了一个调整 就让有两种主食可以做选择 就是面的然后还有白饭的去做搭配 大学就读餐饮科的Max 对美食本就有一定的灵敏度 2018年退伍后到美国从事饮品连锁生意 走片做大粥因为在休士顿日上另一半定居下来 有了开店的想法 我个人还蛮喜欢吃台式铁板的 对我基本上在台湾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嗯我一个礼拜至少会吃两到三次 这样因为我觉得很爽啊 就是很多碳水然后有很大的肉 对这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欸那个味道我也很喜欢嘛 然后自从就是来美国之后 就一直怀念这个家乡味 然后也很代就是很代表性的台湾美食 Max的餐厅就开在中国厂的核心商圈 开店还不到一年都还没摸透客人喜好 先碰上外力阻碍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那时候刚开业的第一天 就我打烊了然后我看到我的车 车顶上面就有一杯珍珠奶茶 然后就倒在我车顶上 然后珍珠啊然后珍珠奶茶都 就是在我车顶上干掉 对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其实在我们开店前期挺多的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 有一阵子就很不明其妙就是 每天连续固定时间都会有一个差评 就一颗新的差评 然后每天都有一条 然后持续了将近两个礼拜 只因为在餐饮的一级正区 一个广场坐落十几家餐厅竞争激烈 但Max并持初心只专注地往目标前进 我来美国就是想拍连锁餐厅这样子 然后把我们台湾的一些文化美食去 推广发展广大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台湾 尽管挑战艰巨 台湾人仍在异地用美食搭起文化桥梁 说到台湾的经典美食 最知名的还是国民外交饮料珍珠奶茶 而台商Titan就在休斯顿 创立了台湾珍奶店 不过它的市场策略很不同 不像多数的华人选在中国城 面对的是熟悉的客群 Titan对自己饮料店的定位 是希望闯进白人社区 连店员都不聘请讲中文的 这样才能更直接跟客人沟通 开拓当地市场 有了 Youtube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给你一个植物 植物植物 植物植物 你来到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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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是的 好的 来那边 那边 这边是一大红植物植物 你的天哪 伙伴 好吗 员工最常做的就是真奶 光看店里招牌就知道恨台湾 我们的原物料的话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从台湾来的 比如说像这个杯子 我们这杯子 台湾的质量就比较好 比较不容易裂开 可是如果是在 这个像对岸的国家那边做的 杯子只有这个的三分之一的价钱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大概三倍 三倍的价钱 就是可是它的杯子 你用力一捏 它就裂了 这个比较不会 尽管店里有两位员工 Titan还去几乎天天巡店 Logo在客喜区最显眼 也是儿子特别取的店名 那因为以前在加州 黑辣就是北家人最喜欢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很常用这个名字 就说比如说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说那个餐厅黑辣good 然后黑辣什么黑辣delicious之类的 所以他们就这个名字是一个 我们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超级超级好啊 然后还有就是黑辣就是很多很棒的意思 开店了一年多之后 然后有个客人跟我说 你们的波巴比China Town那边还多了 我说是吗怎么说 他说因为China Town一般都只有给三成 你们给到超过五成 我说什么叫三成 然后他就算给我看了 波巴放在杯子饮料倒进去 然后浮起来嘛 然后就一二三 他这一般China Town就是给三成 然后我们都已经五六成这样子 用层来计算珍珠给的料 成功的经营策略 让台湾人Titan的饮料店 开在美国休士顿的富人区 也有稳定客源 这个地方叫River Oaks 那在休士顿人说River Oaks 这个地方就是蛮高级的地方 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这个信义区 然后像这边的Paza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产业 各式各样行业都没有重复的 比如说像我们旁边的话 就是有一个做美容的 然后在旁边有个果汁店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卖衣服的 Titan选在这商业区 是因为不像华人圈的广场 每个地面都是不同房东 白人区的商业广场 都是同一间公司管理 好处置产业别不会打架 还能吸引到更多客群 华人他们一般会开在就是舒适圈嘛 为什么要开在华人区 因为第一个语言比较相近 然后在客人比较能沟通 员工也比较能沟通 而且对于你这个商品他比较熟悉 所以他们一进来店里 你也不用介绍 他就知道说我要点这个这个这个 比较简单 但是我的看法反而是相反 就是说我们要在美国做生意 要做大的话 我们要到美国的主流 Titan说他的策略灵感 就像大卖场的试吃概念 美国人的观念是愿意尝试 只要敢毛遂自荐 就是成功的开始 从开店初期每天都做不同饮料 让客人试喝 外国人觉得新鲜的手摇印 尝试后90%会被收服 Titan第一次当老板却不受框架拘束 在上流区越级打怪 看似粗犷的他很有想法 因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卫行 之前在台湾还有另一个身份 45岁的Titan除了是爸爸 还是位演员 演过MV和偶像剧配角 10年前Titan的家人先搬到加州 他台湾美国两头讨 但有了家庭想在演艺圈打滚 据少离多总是个坎 有时候去学校参加什么活动 那些父母都想说 这个男的是谁 怎么都没有看过 因为每天来的都是固定的父母 他们就可能会以后他还是单亲妈妈 然后是不是交了个新男朋友 还是什么的 对啊就很好笑 但就也很好笑 但也很悲哀这样子 为了家人 Titan从演艺圈转战开店 2019年决定常驻美国 但考量加州各项成本太高 最后选择休士顿重新当起点 创业五年扎过了脚步 演员魂却还在燃烧 每个州他们其实都有在找很多人 要拍摄一些电影啊 或是戏剧的东西 只是我看到他们这些 要找讲中文的人 然后我就自己推荐说 我说我的心可能不是你们需要的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 因为你肯定需要其他的演员嘛 我说如果你有需要其他的人 你可以考虑我这样 然后就把我的一些照片啊 跟以前拍的一些东西 我就做了一个小的短片 然后就寄给他们 他们真的 那个导演就回我 我就说那好啊 那你可不可以来演一下这一个 就另外 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角色给我演 自从这一个之后 我就开始很有信心 觉得真的这个市场很大 然后很多机会 只要我就是毛翠之间的话 应该有一些机会这样 就是所以我就这样开始 就这两年就开始这样 从操就业 开腾积极争取为自己创造无限的机会 还在美国出演过知名美剧的角色 他的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 却能在不同的身份中转换 找到自己的舞台 说到妈祖绕境 是台湾民间规模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一指神兵巡视走访村庄 驱邪必煞 祈求静内安康以及安定人心 而今年五月份 台湾的朝天公妈祖 更第一次跨海出境 到了美国休斯顿绕境 幕后推手是一群海外的台湾人 为了这个创举 当地政府更首开先例 请来了二十五位警察跟巴皮马陪假 后称是总统级待遇 其实当地的台湾人 一直都努力凝聚在地社群 像是台桥宋明丽 早期赴美念书 后来自行创业 如今也是颇具规模的经销商 但因为新系家乡 特别在休斯顿创办了台湾节 来凝聚在地台湾人 至今已经整整十年 休斯顿选美第四大城市 以作用能源 制造业和科技化的 多元经济领域 不只有强大的内需市场 位在美南 墨西哥湾沿岸 还有世界级的休斯洞港 是进出口的检战地 基本上都是海运的货归运来 从海陆一直到休斯顿港口 但是有时候在季节很忙的时候 我们也是走空运这样子 然后货归到我们这里以后 我们就会 比如说整箱 一箱就300只 我们就批给大一点的客户 那小一点的客户 他们就是每一种击打 我们在帮他们包装 批发商的机遇之城 来自台湾的宋明利 从事墨镜经销 就在这设点 我们的客户 基本上我们最多就是 德州往上中西部 还有整个南部阳光地带 像佛罗里达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客户员 从佛罗里达一直到亚历桑那 那为什么没有加州 因为加州本身进口商就很强 所以不需要跑到我们中间来买 宋明利的仓储在休士顿 中国城的批发街Harlowin 是当时第一批进驻的商家 光库存就有500万只墨镜 几乎出口到阳光地带佛州 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很多台湾 进出口商来的时候 都是在纽约跟加州 尤其洛杉矶 那那边已经相当饱和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眼睛才说 他想要在休士顿 休士顿算是美国 虽然是南部但是它是中心点 他以休士顿当工厂基地 开发下游客户 大多散布在美国中西部 像是密西根爱荷华州 和东南部的佛罗里达 点到点物流再由卡车运送 宋明利懂得从地缘优势拓展业务 很难想象他在做批发前 其实零经验 他从政大会计系毕业后赴美念书 有次到休士顿照亲戚 因为一个突发事故开始他的经销之路 刚好有一位远亲 他刚好有一个货柜太阳眼镜在休士顿港口 他本来已经找好人家来帮他处理 结果要帮他处理那个人临时出城 结果他只要来美国 休士顿三天他找不到人 要住在我家 第一天再找人 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你来做吧 我说我现在还是学在电研究所 他说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他就教我眼镜是什么 墨镜史上从美国发芽 在40年前的亚洲市场还不流行 对宋明利来说 根本不懂还要行销是极大的挑战 尤其公司也不在商业中心的东西两岸 要突破竞争压力 全靠独有的优势站稳市场 假如说要一些很特别流行款的 他们可能会去找加州的进口商 我们的产品线很轻 我们不会说只是卖一两样好卖的东西 我们整个卖 整个太阳眼镜的产线跟老花眼镜 我们有很多款式 所以客人有说他只要来跟我们订 他就一次到位 观看墨镜款式至少上百种 制造源头大部分还来自台湾 台湾当然是好多啦 但是我们单价贵 但是我们也会跟客人讲 尤其我有一些是做品牌的客人 我们会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在台湾买比较贵 但是因为你是卖品牌 而且是卖很贵的 所以他们就都选择从台湾出货 宋明利长期今生 旅美40年最在意的还是家乡 她积极参加台美人社团 更投入资源 在休士顿推广台湾文化 像是已经举办10年的台湾节 以台湾小吃当行销亮点 到2024年第一次在美国举办肉镜 特地把妈祖从台湾空军到休士顿 台湾人的信仰走进休士顿的文化熔炉 除了绕镜市创举 更请来25位警察和巴肚警马随行 几乎是总统级规则的游行 我们就很只是很想说 把妈祖绕镜的带来这边 让大家体验一下 那我们已经做了10年的台湾夜市 就想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给大家体验 那后来才在这个时候 在一个月内的行程里面才了解到 其实很多很多国家都是在拜妈祖 但是这个妈祖这两个字呢 真的只有台湾人在用 让多元文化族裔之地 落下台湾的信仰 一类是幕后推手 其实当这契机是很简单 我们就是觉得说 妈祖就像我们自己的阿嬷 那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回去台湾 台湾的妈祖绕镜又是这么的夯 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 后来才发觉好多人 真的就是都是含着眼泪来拜妈祖 他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回去 我终于有机会做到 甚至有些朋友是台湾来的朋友说 我在台湾都没办法去能叫 他在这边才能有办法能有 就觉得很特别 一类是台湾会中生代的一员 高中跟着家人移民修饰队 在巧教专任文化导览十多年 原本是家庭主妇 因为轻油引荐 跨入齿磨产业 现在新的科技上面呢 就是说很多医生 已经直接用那个扫描器在扫 它出现的方式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这你想想看 如果是指节牙齿被磨掉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小 那在这扫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电脑去用 用AI的方式 它就会开始去设计它 所以现在两个机器都在运作的时候 它就是要去磨那个牙齿 磨完牙的时候 它就长了这个样子 牙医送来的模板 用自动化机器先磨好形状 红烤12小时修整后上用 产出客制化的牙关 修士顿做齿膜生产链都锁在美国 但因为是手工产业 一连发现 这种方式耗时成本也贵 修士顿有2000家的医生牙医 可是我们需要200间的牙医技工所 才有办法把这些 所有医生做的牙齿做出来 因为每一颗牙齿 几乎都是要两个礼拜内才做得出来 那我们创新的方式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东西都聚集起来 然后送到加工的不同国家去做的话 时间上可能会比较好 我们刚好有12个小时的视察 寄去寄回来 结果我们发觉一个礼拜 他们一个礼拜 他们三天就做完 跳脱本地传统模式 伊燕把齿膜生产变工厂化 在快被淘汰的饰养产产业 保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我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有技术的前辈们年纪很大 不会用电脑 可是新的东西呢 年轻人会 可是他们不会这些技术 所以我们在这个融合期 真的是大概花了 大概七八年的时间 在充满机会的城市 台湘展现灵活应变的特质 跟跨越太平洋的距离 把文化桥梁搭建两国之上 欢迎回到消失的国剑 在美国 一般华人移民被称为第一代 而在当地诞生的第二代 就是俗称的ABC 但现在还有一种类型 叫做1.5代移民 是指在亚洲出生 后来到美国 或其他西方国家求学的族群 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强调个体的独立跟自由 却又同时间背负着 华人传统观念 因此常常遇上 跨文化冲突的隐性焦虑 像是台湾人Phoebe 就是这1.5代其中的一员 她13岁到了美国加州求学 台湾美国两地跑 最后定居美国当牙医 但身为两代的中间者 尽管她不论是口音或是作息 已经完全融入美式生活 但习惯上仍然保有华人的影子 来看她如何从中取得平衡 在美国超过70%的成员 有牙科恐惧 不单单只是钻牙痛 牙医师对病人的态度 才是关键心理因素 和病人对话 就像陪伴者能适时的让对方心情放松 Phoebe来自台湾 在美国加州担任牙医师 给病患同理心算是她额外的专长 我们第一二年都是在 都是一直在念书 然后一直在钻牙齿练习钻 不是人的牙齿就是模型这样子 然后三四年的时候才进诊所 然后很多人他们是到三四年的时候 才发现我讨厌这个东西 我不喜欢跟病人接触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幸运的是 我一二年的时候念那些是觉得还好 可是我在整机的时候我是很开心 就我就很喜欢跟病人接触 很喜欢跟他们聊天呼吸 他们的故事 在享受和病人相处 但Phoebe也是在这过程中 发现美国的医疗领域 是骨子里的市场倒下 美国保险 像台湾就是一个健保到底 美国保险有千万种 很多种不同的保险 是同一个手术 同一个医生 但是因为保险不一样 你拿到的收费就不一样 所以说一个医生在 或是一个诊所在比较起飞 然后滋生了以后 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些 配比较少的保险剃掉 Phoebe在美国出生 台湾长大 求学时期台美两地跑 他在美国纽约大学 牙医系毕业后决定留下来 他说自己算是1.5代新移民 我觉得应该说可能因为我们 中文英文不同流利 所以说我在外面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因为我认为我是ABC 有时候你会不太决定 你是属于哪一边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矛盾 就说你好像两边你都可以很融入 然后但是你又不觉得 完全属于任何一边 身为两代的中间人 偶尔得面对美国文化的格格不入 却又不完全归属家乡的身份认同 伴随的这些孤单 Phoebe用中文写作抒发 现在除了是亚医师也是作家 我在回台湾的时候 他们一看就知道说 对 你的穿久打扮 然后我也就是讲话方式 就是看起来就是过来回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 事实上我知道说 有时候就的确都融入 然后两边也都有我喜欢 然后很欣赏的地方 但是又觉得不完全属于这样 华人很有兴趣这个区域 对 或是有亚裔 我不能说我不能局限于华人 但是亚裔 因为这个区叫做Saint Marino 那住在洛杉矶的人大部分都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哈学区非常好 然后就是他的房地产 也都是在一个还蛮不错的状态 然后当前几年就是什么 经济萧条啊 然后房地产大跌的时候 然后这边的房价其实都没有变太多 身为移民 菲比发现美国的社会氛围 和台湾最大不同 就是位阶的显化 美国它的房地产是跟着学区走的 所以说你住在哪里 可以决定你的孩子可以上哪里的公立学校 那我叫台湾就是用考试制度来决定 OK你考怎么样会考什么申请干嘛的 然后你可以进哪一所高中 那这边的高中基本上是说 你家户籍在哪里 住了在哪里 那你就可以念什么样的高中 等于财富能力决定了资源多广 是资本主义下的分化 菲比在美国待了超过20年 因为工作诸过许多大城市 最后定居洛杉矶 诚与诚间的相异性 她感触最深 那时候在南湾区工作 我的可能病人亲一色 全部都是工程师 就是如果不是工程师 然后或是没有在搞创业 然后或是没有在做很多 他们所谓这些 最高中心类的 就觉得 就是大部分你看到新一色 都是这样子 在洛杉矶的话 我看到很多的是 追梦跟竹梦 那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很喜欢当 牙医的生活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很喜欢写作 所以说在这个调性上 我就觉得刚好跟 洛杉矶的调性是合的 会对这种追求梦想 很包容很欢迎的状态 LA广大不同族裔社群 是多元文化的缩影 让新一名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在这里也能找到归属 三立五国界探索全世界 我是李文宜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文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